非洲有个地方叫几内亚比少 这里平均一个男人娶好几个老婆 你们信不信 在穿越非洲的路上 我们来到了几内亚比少 来之前就听说这里男女比例失调 但没想到严重到一夫多妻 而且娶妻还不设上限 这个男人一口气娶了五个老婆 而且还要继续娶 生下的孩子自己都数不过来 每个老婆还能和和睦睦的一起过日子 他们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 在中国呢还有一个名字叫猫眼 对他现在在车里面 对吃饭非常的 ok very good 一大盆饭啊 我看根本不够的几个小伙子 你尝一口 人一共就一块鱼 哎呀 哇好香啊 好香啊 这个鱼特别好吃 very nice 因为这个也是很像那个 这个是什么瓜 这个是南瓜 南瓜 哎呦 你这是逼我呢 你这是 你吃完之后你如果感觉这个东西好 你会变成沙笔 沙笔 沙笔 你这个南瓜也好吃 嗯好吃 南瓜 还有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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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尝尝 嗯 我的这个一盆饭瞬间没有 这才五个人 五个人 我现在想知道他爹得多有钱 要不然真的养不起啊 他们知道刚才药羊没有吃饱 然后又担大老婆又担过另外 不用不用这么客气 这大老婆家的饭 这大老婆家的哦 哇 不用那个 就是就是那个 嗯 入香随俗 我我一个人吃点 行一块 来小奶小奶 去吃 去去去 多走 来多多走 多走 这个固件 多走 好吃这个 整个沙拉以南基本上 不是这种吃法 对大米上面配点鱼 配点鱼 但是它里面还给你弄点辣椒 还挺好吃 但是很少有青菜 没有啊 对 从沙拉哥得进口啊 对 这家青菜比较贵 但是咱们靠海有鱼 每天都能吃到鱼 每天都能吃到鱼 他们自己也会补鱼 我看他们有网 我看到了 那边有好多网 哦 所以他们养这么多孩子的话 他们吃鱼类也可以啊 哦 完了 今天就是它了感觉是吧 兄弟们啊 进入了下一道工序 开始磨刀了啊 兄弟们 你们在一个大木棍子上啊 现在开始磨刀 哎呦 哎呦 有有有有有有有这个二十斤还不情愿 小小小小野猪似的 不他们这个大厨房大一点的厨房 爹已经烧上水了 very nice 这应该是一个老婆吧 这一个老婆的这是老几这是 不知道分不精看着老二的老二的 来了两个儿子 去那边看看人多这么多啊 今天他们都过来了 哎呦红走了 我们再给他来这最后的告别 对对对 我的天哪太残忍了 我们别吃了吧 今天的天气就是这么好 其实不管我们来还是不来 不管我们在与不在 我们只是一个视频的记录者 这个事情就是一直会发生的 想看看车 走走走走走 想看个车 快点 行 快走 我想开可以开没事 你坐副驾驶 对对 我记得你干什么 那对 那个自动的还没开过 没开过自动的 自动的没开过 自动的很简单 开就完了 非洲没有自动的 哦非洲都是手动的 大部分都是 这就是这样吧 可以这个 就是现在没有网 有网 其实这个 这东西可以看电视 看看天气 可以有些照片 可以有些照片 还能刷TikTok 嗯 TikTok 哎 行了记录 看看 460度 嗯 这个是 那是 那个 开一下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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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火很简单 打火都一样一样 一挂它自动就要显示了 看非常的安全 看 看 就看人家就OK了 你看 随便来 你看 看人家 不需要挂档了 啊 OK 只需要油门就可以了 来收一下我们中国汽车的越野性能啊 对 你看 前面的小村 前面这些户人家啊 嗯 小草房 小医院 小医院是他们当地的土医院 这是医院啊 这是医院啊 我的天呐 兄弟们 这个这个跟我们医院不一样的 他是上当地咱们中国的土医 中医的 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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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诊所 然后去哪里呢 也不我们过去玩吧 掉头再回去 掉头回去 嗯 这个地也是他的 嗯 这个也是他给人家的 往前面走一公里都是他的地 他租给别人了吗 他可以看 不不不 这块 就回去了是吧 回去吧 回去吧 感受一下哈 其实他们家有他就是喜欢这个车 他就想坐上来兜一圈 哈哈哈哈 没人穿的啊 那你问他感觉怎么样 那嘎的是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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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中国知道就是牛牛牛牛 哈哈哈哈 你记得 S 你心得了 你 要好嘞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他说在非洲有这样的 有人会来想他 想我们的这个 哈哈哈哈 太多人 一路走过来太多人喜欢这辆车 就真的好看 这句话你们就知道 我们是有多危险了吧 刚才问的 问大哥 这个车在中国多少钱买的 猜猜 你让他猜猜 你让他猜猜 我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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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不敢开他怕别人抢走 对对对 他有这么多保镖还担心把门 没有这能体现出来他太喜欢这辆车 他觉得这辆车太好了 有人敢抢他的车 儿子们上 老板太喜欢我们的车 有五个媳妇二十九个的孩子的大哥 今天要给我们一块去买点啤酒 说今天在这给我们开个party 他应该见过第一辆中国车吧 第一次 觉得我们中国汽车怎么样 大家要中国汽车 大家要中国汽车呀呀 这就是他们这一个卖酒的一个小店 就在路边上很靓丽的一个小房子 这大哥还挺喜欢玩的啊 这是上风呢 这是哎呦 鲜桃 就是三个 回来 结束了 结束了 就是每次来这儿啊 就是找回来的零钱基本就是存在这台小机器里了 哦 他们这卖这个白酒是按杯卖的啊 刚才拿了一个小蒜杯吧 盛在这杯子里了 咱们不是过来买啤酒的吗 是 不是不是 白酒是旁边那个男的买的 哦 不是他模糊买的 买了一箱啊 哇塞 他们啤酒 哦这杯小瓶一箱啊 这一瓶多少钱啊 一箱八千 哦一箱八十啊 八千就是人民币八十 八十八 来点饮料 看你 我买我买 我买我买 你们喝这个 来来来来 这当地的饮料 嗯 直接拿一剃 这个一箱 九千 这多少个 二十四个 二十四个八千 他那个水的价格呢是一千块钱发 那他这二十四个呢那不就是八千吗 对吧 对吧 三八二十四 结果他说这一箱呢要九千 他就把一个一箱的价钱 要走家人 这是服了他们这数据了啊 真的价格越来越高 刚二说八千 一箱现在已经涨到九千六了 对了 刚二说一千三罐现在给一千二了 这一堆饮料一万多是等一百多人民币 一百三 OK走啊 买完了 我们现在回家吃猪肉 哎呦 哇 嘿嘿 来来来 放就点啊 好嘞 来来来 看看啊家里家里人多就是得需要一个大的东西放 一栋餐桌 来来来来 兄弟们啊我拍我看到一幕啊 你看看啊看我们中文在这什么待遇 你这是干嘛呢 啊啊啊我在教他们做中医中医的按摩 是你教的吗我还好教会的 哈哈哈 nice 我我非常传统中国的一个就行一个就行 刚才我就听说有俩女儿要嫁给你 你看看后边这排是队的啊 看看这是其中一个吗 这就是我是不是其中一个 这就是我朋友我朋友 你朋友啊 嘿嘿嘿 兄弟们你们看看啊真的是啊在这啊 就是有如天堂一般啊看看 男生在这非常的吃香你别看他们家儿子多 实际上在吉内亚比少啊男女比例还是比较悬殊的 在这边呢很多人他们不选择结婚 而只选择平时的这个交朋友 他们很多的孩子呢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 就是当有了孩子这孩子的抚养权都归女 而很多的孩子的爸爸可能是同一个人 而这个一个男生可能有很多个女朋友 他们这呢环境呢有点像这个母系公社的感觉啊 可以说是真的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走过我认知的这个 最近似于母系公社的社会和这个国家 哦他们家还捕鱼啊 哇塞 这么大的一张网 呦 他们每天啊他们的事情就是在这坐着说话聊天说话啊 看看我们后边这个猪肉啊已经弄的差不多了 看看开始已经做成小块了啊今天的晚饭然后他们每天呢没什么事情做啊 然后就是在这说话聊天 他们家还有汽车呢在这晒太阳好舒服啊 舒服 兄弟们这儿突然来了一个卖牛仔裤了我都惊了 跑到人村子里家里卖牛仔裤来了 这真的啊这是地理小书包卖牛仔裤了在家里卖 哇这是裤衩这是啊 这裤子质量还可以啊 这中国的那没进去穿的呢 嗯质量还可以 哦哦这鞋我看 这这这家庭市场啊 这家里成市场了你看看这还卖鞋呢 这个送货上门 这个这好像二手的兄弟们你看这后边都磨破了 这直接就进家门了 哇塞太牛了 家庭销售方式 在比少啊说 平均一个男人都有好几个老婆一点也不瞎说 站着这位蓝帽子的兄弟啊大哥 是是他的表弟啊 是他的表弟 他有两个老婆啊 我身后啊这这位是他的表哥啊这个表哥看看 表哥身强力壮啊 也有两个老婆啊 所以说基本上倒比上 男人都不止一个老婆 25262728293313333435 这几位都是他的老婆 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猪肉 在咱们东方 很难吃到这种猪肉吧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